疫苗本来应该是透明无色 但这一支竟然是咖啡色 机关署在23号发配这个P号的疫苗 隔天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就发现有一支颜色怪异并且通报 25号机关署赶紧暂停施打 这个P号总共有30万剂 已经配送到这个地方有19万剂左右 那还有10万剂还在我们本署的这个仓储那边 那所以这19万剂的部分 我们先请卫生局这边先收回到 他们的这个局端做一个保存 虽然这30万剂都已经收回留存 但共有7个县市卫生局有这批疫苗 其中包含双北市 桃园市 新竹县市 苗栗县以及台中市 其他的疫苗都有在做一个抽验 那并没有看到类似的状况 所以是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事件 不像说是这个整批的 这个所谓的细菌的污染这一块 机关署表示这支疫苗并没有打入人体 目前也已经送回法国总公司检验 会尽快厘清疫苗变色的原因 戴新闻林一婷 张略嘉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